藉由创业也能够学习责任心 同理心 好地方协进慧与清凉英文化事业 联合出版创业家用生命告诉你的事 娓娓道来创业家李慧如 如何十岁扛家计打造内衣王国的艰辛历程 李慧如鼓励年轻人 透过创业学会责任心 同理心与共好 我真的非常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创业 因为你们的头脑 跟你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 其实都比我们以前好太多 那你们不要就是说 在于家庭背景上或许没有什么样的压力 但是别忘了总有一天我们年纪也会老 但当然我还是希望说 在你们年轻人当中 如果能够创业的当下 你们也可以学习到就是责任心 然后呢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同理心 因为你在创业的当下 你就会看见自己 怎么以前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你如果踏入这个创业当下 你至少会感受到说 诶 你之前的经验 为什么会这样子而来 所以会悟到自己的事情就比较多一点 共好的部分 其实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好每一件的事情 共同的资源去分享 我的顾客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顾到你 因为你住在台南 可是我台南这边是不是有门市店 那伙伴们关系都非常好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共好去分享这些资源 所以很容易就把团队整个结合起来 每个创业者都是把自己与事业紧紧绑附在一起 创业家用生命告诉你的事 将13位创业家的生活经验与创业理念 用书籍告诉大众 可作为走路创业市场的宝典 史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高雄采访报道